各位饭团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三课堂 看来这节课 咱们要一起学习什么内容 作文一集 作文列提纲写作训练 哎呀 同学一提到列提纲 就说老师我不会列提纲 老师从来没列过提纲 老师哪有时间列提纲呢 那你说如果不列提纲也可以的话 老师为什么要讲列提纲呢 也就是说列提纲能帮助同学们 提高写作文的效率 可能啊 你平时写作文 你就一边构思一边写 写一写发现完了 开头写多了 再写一写发现完了 格没了 我这一件事还没开始写呢 你会发现 其实这样的工作啊 就是你做了很多的无用工 写了很多的废话 然后你的作文还不得分 有一句俗语叫做 磨刀不误砍财工 对不对 所以列提纲 它就是磨刀 写作呢 就是砍柴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想让 哎呀怎么还写不上了呢 如果 我写的是柴啊 不是子啊 大家注意一下 好 如果你想让自己柴砍得更好 那你刀是不是就得磨得更快啊 是 所以咱们这节课要重点训练一下同学们呢 如何又快又简洁又省事的写这个提纲 然后这个提纲还能知道咱们看财 也就是写作文 好不好 所以以后咱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也应该运用提纲的这样的方法 那首先咱们来看几个比较优秀的提纲哈 这个东西就是说没吃过肉 还没看过什么跑吗 对吧 就是说咱们得多看家作 多看范文 多看优秀的提纲 我们跟人家学习 那看得多了 见识广了 就会写 看这边文章 题目叫同桌的女 我想问问小静 如果你写同桌的女 你都想写哪几件事啊 写写长啥样呀 啊 长啥样 爱吃什么呀 啊 然后做过什么事 让我痛恨的事 让我喜欢的事 你看小静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哈 先是让我痛恨的事 而且要同桌有痛恨的事 是吧 我们看看 这个同学写的几章 首先题目 同桌的女 再看第二个 他把整篇文章的中心 全部都提点出来了 来看中心是什么 中心 文章通过写 江阳 受伤不哭 和阴沉记而哭 两件事的继续 塑造了一个坚强果断 有毅力的小男子汉的形象 这个中心呢 其实是帮助同学们确定 你究竟想说什么事 然后你究竟想说几遍事 一个是说你究竟想说什么事 第二个就是说帮助大家确定 你究竟想说几件事 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个提纲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 他想说几件事啊 两件 一个是受伤不哭 一个是因成绩而哭 两件非常具有对比性的典型事例 那么他主要想说一件什么事啊 要塑造一个形象 他要塑造一个 我的同桌是一小男子汉的形象 对不对 对 所以说这两个任务解决了 中心确定了 那结构就很好安排了 我们看 提纲必须包含的部分啊 题目 然后中心 中心必须你得确定下来 我要写什么事 我要写几件事 然后根据这个中心 你来安排你的结构 结构首先上来开头必须要有 那么我看这个开头 开头 一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最爱哭的你 每当这首动听的校园民谣 同桌的你 想在我耳畔的时候 我便不禁会想起 曾经的同桌的你 江阳 你看 老师是把整个的这个开头 都给大家列出来了 如果我想简洁的 写这个提章的话 我可能就写四文字就够了 怎么写 歌词 演出 对吧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最爱哭的你 歌词 首先夹上 然后演出是啥呢 演出张阳这个同桌 所以手段 他既用了歌词 又用了引起下文 你看 就四个字 你把开头写在这 也可以啊 然后你动笔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写 那么再看 看头完了 该写主题部分了 主题部分 我们看第二段 过度段 交代江阳的外貌 及学习等情况 交代他的口头禅 撒家是男子汉 自然他轻易不会哭 好 你看这个地方 作者特别标明了 他是略写 所有同学啊 你们在写字文构思的时候 都很少会自己主动的去写过度段 我们现在最擅长的就是 你给我一篇文章 我能找出来过度段 可是我写作文的时候 我不爱用过度段 你注意了 开头之后的第二自然段 最好用一个过度段来表示 这个过度段是什么呢 是连接你的开头 跟你的主要事件开始 中间的这部分 一般来讲 你可以写写人物的外貌啊 或者说写写环境啊 这是都可以的 而且他这个过度 把整个一个人物的口头禅 拿出来了 非常好 这口头禅 你就可以贯穿始终 起一个什么作用啊 线索 对 他用过度段 引起扎文 把线索也放进去了 你看这个掠写多么好 好 过度段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下面 三 踢球受伤 强忍泪花 多么刚强的男子汉啊 这是不是就是事件一 对 事件一掠写还相信 想 想 你看想跟掠 必须在提量当中充分底线出来 啊 像掠写的 基本就是不能超过两行 啊 我再给你放宽点 不能超过三行 想写的那可能就是一大段了 啊 好 那再看 第四 四 过度段 可就是这么一个男子汉 那次却哭了 又是一个过度段 那么这个过度段 仍然是掠写 引起下一个故事是吧 因为贪玩 成绩掉队 被老师批评了 痛病思痛 哭了 面壁思过 下定决心要赶上 付出努力 期末名列前茅 多么说话算数的男子汉啊 好 那么这又是想写 你发现 整篇文章要写这个同桌的你 它有两个主要的事件 是想写的 我们能够明确看出这个结构 那么在两个主要事件的之前 它都会用一个略写的过度段来阐释 对不对 对 同学们可以把这个图画在你的讲义旁边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写作的结构 就是事件 是主体 它要想写 一般来讲 两件事到三件事就够了 但事件的前面必须要有一个过度段 来引起这个事件 这样作文的结构你看着才像羊肉串吧 对吧 它好吃吧 你要是吃羊肉串的时候 人家把羊肉切成一条 给你穿在签子上 你觉得吃着爽吗 不好 吃着不好 现在都是把羊肉切成丁对不对 对 然后给穿起来 你一吃一块一块的 所以写作文啊 其实就是一个羊肉串的思维 我估计我要是不交远了 我可以去摆摊 烧烤是吧 肯定特行 那你看这样的结构 就让你的作文显得宽松有致 那么在这个过度段前面 咱们来一个非常精美的开头 在事件的最后 咱们来一个非常精美的结尾 你看 这样是不是整篇文章结构都出来了 像汉堡 汉堡 你看 咱们饭团啊 就一定要用饮食疗法 才能把所有的作文都讲清楚啊 汉堡结构 羊肉串结构 记住了吗 你把这个图现在马上画在你的讲义旁边啊 太重要了 硬式作文这个结构给分会很多的 来 接下来啊 十秒钟 快速整理 就别用尺子在那描那个框了 你就大概知道一个这样的啊 用直接用手画就行了 好了 没记完的按下暂停 记完咱们继续往后走 我们看结尾 六 后来由于重新分班 我和江阳现在已经不是同桌了 可是我们的友谊之数依然长青 江阳依然是那个爱江阳的帅小伙 哎 江阳和爱江阳哈 你看这个挺有意思的 一个是说他的名字叫江阳 一个说一个人的性格很open 很活泼 你看非常简单的一个提纲 老师不要求同学们把这个开头和结尾全部写得这么详细 因为咱们今天是那个讲课 所以我要让大家看出来作者是怎么写的 但你自己写提章的时候 你必须按照这个就是开头 然后那个过渡段 然后事件 然后再一个过渡段 然后再事件 然后再结尾 按照这个顺序 你把你的提章列出来之后 你的文章结构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现在给大部分同学们看作文的时候都发现 要不一件事写的太多 废话太多 要不呢一件事写的太少 要不就是说没有过渡段 整个一篇文章就好像 一个平平的 一个平面一样 根本就没有起伏 这样的结构是在考试当中不得分的 明白吧 就月卷老师第一眼看 都是哎 你大家的这个结构 有没有像汉堡 有没有像羊肉串 有没有能喂饱 月卷老师啊 好 这第一个 同学了你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优秀提章呢 叫成长的足迹 同学们很多啊 考试都遇到了这样的题目 什么足迹 什么减时幸福 其实这都是一块一块 我们来看这个中心 剪辑几幅照片 反映自己成长的历程 小标题式的结构 你通过这个中心马上明白 这位作者要干什么事 写小标题了 是不是写自己成长经历啊 对 他要写几件事 好几个 好几个对不对 而且他这个结构马上标出来是 小标题 小标题形式 你这个题材就直接告诉自己 你要小标题形式 那我们看看 小标题形式的这样的作文 无论是什么成长的足迹 还是我见过的这个啊 什么 减时幸福 诶 时怎么写来着 完了 提手一个合 合 原一口 完了 脑子突然抽住了 你看 像减时幸福就说 这个幸福我捡起来 这个幸福我也捡起来 那个我再捡起来 像这种足迹啊 减时啊 挑选啊 就非常适合用小标题式 那因为他可以写好几件事 我们看看小标题式的作文提纲 应该怎么写 开头 一 望着镜子中 那个笑叶如花的女孩子 我不禁做了个鬼脸 马上镜子里就出现了一个调皮的形象 这就是我 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不知不觉就已经长大了的花季女孩 不经意间 我看到镜子旁边的照片 成长的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这个啊 其实它不是提纲 你提纲就写什么呢 照镜子 然后印出后文 老师把这个开头给你写下来 是想让同学们把这一段变成作文素材 因为我们经常会写这种成长类的文章 那你怎么开头呢 你就可以如果写自己的就可以用照镜子的方式 照镜子可以让你看到自己的形象 然后可以回忆你成长当中有哪些重要的经历 你会发现到这 我们这个提纲必须有的题目中心 然后就是结构对吧 对 结构底下 第一个就是开头 然后我们再看 开头完了呢 就得是主体 主体的部分 如果你按小标题来讲 那就是一个一个小标题列呗 我们看第一个 镜头一 看教片中手拿玩具的那个胖胖的小女孩 略写 那么就是写在小时候 镜头二 我上学了 镜头三 花季女孩想写自己组织的一次活动 你看他的这个三个小标题 三个镜头 就是按照略叫响和响 有点像一个新字塔的结构 对吧 我写的先少 然后慢慢写多 慢慢写多 你整个这篇文章的结构就非常的越来越充实 越来越充实 好 那你看他这个镜头就写的非常的略了啊 结尾 五 回首往事 甜蜜涌上心头 想象未来 信心充满脑海 在成长的路上 我一直走着 撒下一串坚实的脚印 我希望自己一路走好 嗯 好 你看整篇文章从开头到结尾的主体 是不是非常清晰 是 你按照这个思路自己在写的时候 你作文绝对不会说某一个段落我写太多了 以至于后边没有时间再写了 很多同学考试的时候都是 老师我其实想写三件事 而且我觉得第三件事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当我写完第二件事的时候 我发现马上就收卷了 结果第三件事我没写 然后草草收场赶紧结尾 这样就是因为你没有经过提章的训练 你对整篇作文的结构没有把握 你看略的话大概两行 较详的话大概三到五行 详的话可能是五到七行 你就该写多少自己就知道 而且平时越训练越熟练 到最后同学都不用 就是不用写多少字 你就能知道自己的结构方式 那么友情提醒一下 这个提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的同学写作过程当中突然发现 我在这个地方加一个过渡段会更好 我列提纲的时候没想出来 那么你可以临时加一个过渡段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吧 那咱们基本来总结一下 这个提纲的它的基本组成部分 按照咱们刚才的这个思路 第一个是什么 题目 中心 结构 开头 主体 结尾 一篇提纲就这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同学们写提纲的时候 就写这几部分就行了 马上把这几部分记下来 主体的部分 你可以写 事件一 事件二 事件三 也可以是镜头一 镜头二 镜头三 明白吧 而且这个里边你要有这个什么过渡 对吧 这些句子要提示自己 或者你想到一句 就是跟这个作文特别贴切的 我必须引用进来的 那这句话你也在提纲旁边写上 我在哪一段加上 哪一个事例里边加上这个引用 是最合适的 那么这就是提纲的基本结构 来迅速10秒钟整理一下笔记 整理到你的讲义旁边 迅速啊 以后谁再问我 老师听刚怎么解呀 我坚决不跟你讲 我不坚决的时候 再给你讲 好了 大家没记完的话 按下暂停记完 咱们再继续往后走 上课跟着老师做笔记 你看我强调这么多 然后你也不动笔 下面 咱们看完两个优秀的提纲了 总结出了 这个提纲 它基本的组成部分 下面咱们就实战 研练一下 来看 2012年陕西中考作文原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 按要求作文 50分 逗号 表示句子中较小的停顿 说明句子的意思 还没有表达完毕 这正如生活一样 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个逗号 后面的路还很长 请以逗号为题目 写一篇作文 好 你看小静读到后面 一期就变 前面非常抒情 逗号怎么样 请以逗号为题目 写一篇作文 同学们读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突然读前面挺优美 然后读到后面 马上写作文了 然后心里开始 笑容乱撞了 逗号为题目 写作文 我敢保证 如果是月考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出现这个题目的话 同学们直接慌了 老师 这是要考我们技术姿势吗 这个逗号 我能上去写作文 请逗号为题目 然后空格里边写的都是这个 老师您批吧 您看那逗号写的怎么样 标不标准 把那个作文那个格 当成那个链字那个格了 写的全是逗号 老师一拿出 哎呦 这一件什么呀 以为是甲骨文 那么逗号 其实我们不仅仅要从标点符号的角度 来解析它 通过它的引语 你会看到 它还有一些深层含义 对不对 对 这些深层含义 比如说人生的一个逗号 你停下 然后反思 对吧 就像我起跑之前 可能我要后退一下 然后再 再前进 那么从标点的角度 从深层含义的角度 我们都能看 老师这里有几篇非常优秀的例文 我觉得写这个简直太好了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故事 它是写了一个小预言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提纲 人家怎么写的 你看多简洁 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纲 提纲一 提纲一 题目 逗号 文体 语言 故事 中心 通过写逗号 遇到各种标点符号的奇遇记 表现语文标点符号的特点 结构 开头 逗号游荡 奇遇一 感叹号 略写 奇遇二 冒号 略写 奇遇三 分号 稍详 奇遇四 句号 详写 对话 包括其他符号 侧面描写 结尾 我与逗号 回到现实 写这样一篇提纲 我估计大家可能一两分钟就完了吧 那么你看 包括题目中心结构 结构里边开头主体结尾全有 而且这里边人家着重说了一个文体 因为他写的不是普通的继续文 说明文 议论文 而是一个预言故事 其实看完这个我非常感兴趣 就通过中心 中心他想干一件什么事 是标点符号 奇遇记 对 你就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看完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了 他要写的 其实是遇到各种标点的时候 然后 逗号跟他们发生的一些故事 对吧 对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好玩的逗号 奇遇记 一文一 逗号 逗号拖着小尾巴 悠悠荡荡的穿梭在文字里 遇上感叹号 说 别装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虚假的表情 感叹号无语 躲在一旁不理会逗号 一不小心碰到了冒号 两个头都怪物 让开点 别挡着我了 冒号想说些什么的 却又哽咽了下去 这个图片都好好cue啊 拍了拍 封号的头 你这家伙怎么和我一样有尾巴 把他给我弄掉 封号气了 就指使你有尾巴 别人就不能长了 你这家伙也欺人太顺了吧 封号甩甩尾巴 谁叫主人瞧得起我 你们呢 都是一些不常用符号 干脆滚到一边去 别妨碍我在这里逛街 这时 句号出现了 我滚我滚我滚滚滚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符号 小符号 他完全不理会逗号的存在 我觉得当句号说出 我滚我滚我滚滚滚滚 真的好贴切呀 因为他只能滚 你是什么家伙 圆不由修的 还是个没出事的娃 句号咋巴咋巴眼睛 看着逗号 好开的尾巴 逗号生气了 句号竟然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我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句号 我可告诉你了 在蚊子世界里 我是最大的 以后你都得听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在这里我最大 我最有用 你们都是废物 在一旁的符号听了 开始坐立不安了 小尾巴 为什么你是最有用的 我不叫小尾巴 我叫逗号 哦 小尾巴逗号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大家呢 蚊子是需要符号的修饰 才能真正的表达人的感情 其实它们比你更重要 逗号气得摔在地上 夜里 放在桌上的逗号和句号的页面上 又恢复了安静 我起身 把故事画上了句号 突然听见逗号的哀嚎 主人 怎么连礼也这样对我 好 非常有意思的一篇小语言 对不对 而且我们会发现 作者的思路非常清晰 他整个的这个文章的结构 就是老师讲的一个金字塔的结构 前面全是略写 略写 然后稍详 到最后写到 逗号跟句号相遇 然后再到 其他的标点符号的 这些介入的时候 是不是写的就更多了 对 那老师一拿到这个同学的卷子 其实就能明显的发现 他的结构是慢慢在生长 慢慢增多 慢慢增加 那像这种结构 老师就会考虑 在结构分上面 给他多加一些分 又遇到这么有意思的语言 他有很多的对话描写 对吧 对 然后一个我滚 我滚 我空空滚 你也圆不溜秋的 什么东西 你过一家去 这种非常具有神话色彩的对话描写 那其实他最后结构也挺绝的 结构啊 他不停留在同化世界当中 不停留在寓言当中 反而怎么样啊 回到现实了 这个对 这个逗号 竟然还能跟主人对话 主人 你怎么也这么对我 他塑造一个非常 好怎么样啊 忙后不讲理 但是有很可爱的一个小逗号的形象 是不是 对 那就是出生就都不怕虎 就觉得啊 我是逗号 我是最厉害的 其实这篇文章作者 就是通过这个逗号标点 最普通的意义出发的 就是一个标点 预料另外一个标点 对吧 那么像这样的 从表层一来解析的 同学们注意了 你就只能从文体上创新 从想象力上能创新 如果你想让你的文章中心更加深入的话 那你就得看接下来的几篇写逗号的文章 它从更深的角度去挖掘这个逗号 它的含义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的啊 同学们可以自己反复的读一读 以后也可以练习写语言 咱们的这个饭船当中 也有很多同学会写语言 给我发这个语言 看着我都乐 写这个什么植物的 动物的都有 也希望同学们也能来一个标点符号的 咱们也看看 你笔下的标点符号 都有什么样的 或者写数字也可以啊 是这个零看到了八 这个腰带就不认识你了 八看到零就是 哎呦 你胖的腰带都给撑开了 你看这样的数字对话也挺有意思的